DowdowDIYS 來到七月尾了 代表我們要做這個八月的行程 那前幾次的行程 都用了很多不同的 MT 筆 貼紙 這個Decores去做的 那我想一些初學的 手帳朋友 未必有那麼多款 不同的用具 所以我今次 就想用 四樣東西 來完成八月的這一本 schedule book 就是這四樣東西 那或者我未必會用完 這四樣東西 但是這四樣東西 在做手帳來說 是非常常見 而且重要的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那在這個八月份的schedule book 首先其實我之前 上一個月已經做了這一張 那如果大家沒有這個八月份的貼紙的話 也可以用一些 普通的筆 配上今個月的筆 來做的 那我今個月就會用粉紅色來做主題 先寫下了一至三十一顆 那就是用這一支筆去做的 那它一邊是粗邊一邊是右邊來的 那寫出來都比較 呃 那些顏色 而且顏色也是很漂亮的 那今次我用的MT呢 就是這隻粉紅色 有些女生 有些男生 一個MT來的 我覺得它做得也挺漂亮的 那我就會貼在下面 這裏做妝飾啦 基本上這些MT是用紫的質地來做的 所以呢 你貼好之後呢 就這樣 就可以撕到它出來的了 連剪刀也不用用 那貼好上面之後呢 下面之後呢 上面也可以貼的 不過我今次就不會貼了 那上面呢 我就會用這個 心形的Decorase去做 就是 在這裏上面那裏做的 那這個Decorase呢 在淘寶那裏買都很便宜的 4元 10多元 就有 4-5個款的 那 其實 不過它呢 在大陸那裏做的 所以呢 質量也不太好 如果大家介意的話 就買回日本那裏 那裏做出來呢 你本身肉眼看也不太好 但你近看的話 它就會有一些 脫色的 那樣的效果 所以 如果大家介意的話 也是買回日本那裏 那裏做出來的 就是整項 之後呢 我會用這支筆 去畫一些東西 那它 我這個主題 很多都是心心 那我就 儘量隨意畫一些心心上去 那裏 那裏可以寫的 那裏 那裏可以跟著這個 上面這裏寫 或者自己 自己 照著自己的方法去寫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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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 我就有一些 DON NUT的貼紙 那裏 一個一個 一條條的 那裏可以剪開一顆粒 或者撕出來 也可以的 我把它剪一粒出來 黏好了之後就是這樣 另外呢 這個月8月的29日 是我爸爸的生日 我今天就會 每一個小塊的蛋糕 送給他 這個8月份的項目就完成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我這個影片呢 如果喜歡的話 就給點讚和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下面的紅色按鈕 再按小鈴鐺 每天有新影片的話就可以通知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喜歡這些影片的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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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